這個地方的話就剛剛這一段 如果你剛剛打錯也沒關係 你就是看把這一段複製的 這邊也可以複製嘛 貼過去一樣可以walk 那只是說你會發現呢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其實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其實這個公式 這樣的公式其實也沒什麼錯 只是說呢 它感覺好像似乎還是太複雜一點 所以呢 有沒有其他的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要想 這裡面有沒有其他的函數 可以讓這個公式更簡單 Halo就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裡面全部變三碼的話 你可以什麼 先選這兩個儲存格 然後整個向下選舉 Ctrl Shift 向下 它就兩個全部都 Ctrl Shift 按住再按向下 就是讓它向下選舉 它整個選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用選的啦 只是說如果用這樣選 很容易過頭 Ctrl Shift 向下 那向下之後的話 你按右鍵儲存格 儲存格式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有個這個地方 假如你用自訂的 自訂裡面的話 如果是0 0代表是1碼 如果你要3碼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輸入3個0 0、0、0 有沒有 如果你輸入3個0 按確定的話 你會發現 這裡面所有的數字都變成什麼 都變成3碼 但問題來了 這個3碼 其實是什麼呢 叫做格式 那所謂的格式 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表面上看到 但實際上 在Excel裡面儲存的資料 它還是原來的格式 也就是說它其實沒有變3碼 它只是表面上讓你有錯覺 以為是變3碼 可是問題來了 其實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有沒有 特別就要自訂 你就要自訂上面3個0就好了 今天蠻簡單的 那 跟各位講一個 就是說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 如果你希望什麼 格式上看到的 你希望能夠變成 真正資料也變成這樣的話 那實際上 你只要知道有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就真的可以 把你現在看到的 真正變成 就是你資料也變成那個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你需要 學一個函數 這我把它Ctrl自己 Ctrl自己就復原 如果你要真正變成那樣子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函數 我在那個旁邊這邊做 I4的儲存格 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 對不對 也是一樣文字函數 那這個函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的話 其實很多地方 你應該是不知道該 怎麼去解決一些問題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這個函數叫 Text Text 其實Text主要的用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怎麼樣 把你表面上看到的那個格式 怎麼樣 直接就轉換成真正那個資料 就是 真正就幫你轉換成你看到的樣子 OK 那所以喔 特別注意 怎麼做 關鍵就是說 我們剛剛按右鍵 除了格式裡面 在置地裡面輸入那三個0 你就要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Text裡面的第二個殘屬 叫FormatText裡面就OK了 所以我做一次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Value就是資料 資料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84 那如果你要把它轉換成 真正的三碼的話 你只要輸入000 在哪裡 本來我們輸入是在自定裡面 但是把那個自定方式 但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記得喔 很容易出錯喔 這邊請你加前後雙以號 因為它這邊 如果你只要看到參數名稱是Texter的話 反正你只要看到Texter 的這個關鍵是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就一定是要前後雙以號 如果你沒有加就會出錯 OK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剛剛的自定 放在雙以號裡面 那你會發現 我這邊給的是84 是一個數字 84在這裡喔 過來你可以看到裡面是84 是沒有前後雙以號 那經過這個格式之後的話呢 它就真的變成084 有沒有 而且呢 它就變成文字喔 有沒有 前後有雙以號喔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變文字的話 跟數字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是數字 絕對沒有零開頭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特別要小心 它確定之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84就變成084 那向右拉 7的話變成007 那你向下點兩下的話 全部都OK了 而且喔 你會發現喔 它對齊方式有沒有 我前面講過嘛 只要是文字的話 一律靠什麼 靠左對齊喔 如果是數字的話呢 一律靠右對齊喔 除非你有再重新設定它的格式 否則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它這個就文字 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用同樣的方式的話 假如我不用那個什麼 我不用剛剛REPD加LEN的話 我乾脆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複製一下 如果我要把這個工作表 再複製一個 再練習的話 你記得喔 可以拖拉加上Ctrl鍵 拖拉的時候順便按Ctrl鍵 就是複製工作表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 改成叫Test好了 因為這樣我們可以保留剛剛的練習 然後又可以練習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可以把它Delete掉 或者你可以什麼 Ctrl Shift 有沒有 我剛剛不知道快速鍵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 Ctrl Shift向下 意思說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從上到下 快速選取到最底下 按Delete 好 那我們重來一下 這邊的話 就等於 如果我要把剛剛的公式 用Test來完成的話 那就09 有沒有 End 這個都一樣 這個前面都部分一樣 End 那這裡的話 你就是用Test 當然你可以幾個方法 你可以插樓函數 或者你直接在這邊用打 Test 錢瓜糊 Value的話呢 就是這個 84 痘點 這邊 FORMANTest記得喔 前雙引號 000 後雙引號 好 這樣打勾看看 好少一個減的符號 這邊再補一個減 END 雙引號 減 然後再一個END OK 084 有沒有 那 後面的007的話 很簡單 跟剛剛道理一樣 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有沒有 再貼到 有沒有 從END到這邊 到這邊貼上 然後把什麼 把這個 G4 改成H4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樣就 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你比較一下 剛剛的公式 這一串 跟Test 顯然怎麼樣 Test應該簡單多了吧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Test真的還蠻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會用Test 很多地方可能就真的做不出來 甚至你做出來也是錯誤的 或者因為表面上看到的 所以喔 以後你只要遇到那個表面上看到的 跟實際上不一樣的話 如果你要把它轉換 那你就要想到用Test喔 這個函數 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是我發現真的 很多人好像甚至連用都沒用過 OK 請各位試試看 也許先 練習喔 剛剛第一個是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你可以自訂 在這邊輸入三個0 這個喔 這個只是格式上變化 第二個再到這邊用Test 有沒有 這個儲存格 把它改成000 到底是一樣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然後呢 再把那個剛剛 手機的部分 用Test的部分完成喔